这些年我们的内容创作者 大家都绕不开一个最直接 最简单且最原始的实音方式 就是用不同设备自己的机头上的麦克风来进行实音 尽管各个设备厂已经重点去着力突破 去解决机头上实音这个麦克风的音质 甚至有些微单厂家都会给这个机头的麦克风 带一个防风罩去降低风噪 包括大疆的Action的运动相机 甚至Pocket这种的口袋的多轴的稳定的小摄像设备 它甚至在某些的逆风情况下 还都可以相对清晰的使到一些音 但是你会发现说 距离是这样机头原始的麦克风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有的设备的机头麦克风 因为受限于设备的尺寸 所以说麦克风本身的振膜系统 不可能做的尺寸非常大 所以说但凡对于实音质量有要求的朋友 是完全不能满足于设备机头实音带来的一个音质 这个时候各大厂家就开始推出自己的无线麦克风的实音系统了 比如说大家自己的无线麦克的一代产品 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能看到我们绝大部分的长视频节目里边 我身上都会挂着它的发射端 足够的小巧 足够的可靠 那我们来看看麦克尔到底升级了什么地方 首先它是两个发射端 一个接收端 也就是一托二这样的系统 包装也变成了和Pocket三同款的这种洗漱包 很集成的这样的状态 里面的分割相当的整齐 并且还有一些余量是可以放连接线 包括一些监听的耳机的 收纳盒的体积比之前长了一些 里边还是比较熟悉的配方 一个接收端 两个发射端 两个手机的转接头 需要告诉各位手机拍摄者的朋友一个好消息 现在的麦克尔在用转接头录制的时候 不需要把接收器摘起来 也能用外放去看素材了 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要 之前的话老拆老装的话 那个接口就会非常的松 现在打开后盖之后就可以自动开机 即收端的屏幕大了一些 毕竟还加了拨轮的按钮 就算冬天摄影老师戴着手套 也能用实体的拨轮人件快速去调节增益了 充电盒里的续航时间 从之前的15个小时现在变成了18个小时 毕竟体积变大了嘛 发射端的续航变成了现在的6个小时 就算是一些旅游博主 白天赶路不方便充电 整个的续航时间也足足够了 甚至一些真人秀综艺这种的人多耗时比较长的拍摄 其实支撑下来续航也是没问题 说到人多 我就想起去年我们去拍这一季的新疆五个人的 类似于真人秀的这一集的寒露游记 当时我们主拍人的摄像是只有两到三个 并且受限于我们的整个的设置规模 包括团队的成本的情况 我们是不可能单独找一个录音师 上面插着一堆的接收端 然后一对应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无线的麦克风的系统 那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用的是大疆一代的 这个一拖二的麦克风的系统 也就相当于五个主持人 其中两个两个人是用两套的一拖二 直接录到了两个设备里面 那不是还剩一个人吗 他就没有远端的设备 可以把无线的信号直接录进去 好 他用的直接就是我们的发射端里的内录的功能 也就是说 其中一个人的整个的音频 是完全从这里面导出来 再叠加在画面里的 而这个发射端里面有8G的存储 足够这人一天的时候 全存在这里面 晚上我们导出来备份一个声音素材就OK了 同时这里面还带有一轨的安全音轨 就整个的增益会下调几档 那哪怕是一些爆音 或者是过爆的一些的声音 在安全音轨里面 也会把直接的压下来 用于保一份 去年年底发Pocket 3的时候 很多细心的小伙伴就会发现说 大疆的Mate 2的身影 当时已经出现了 透明的外壳 并且蓝牙连接Pocket 3跟Action 4 当按相机录制按键的时候 整个的麦克风是可以同步开机的 这就省事了 另外再表现一下 它的整个的磁吸的系统 相对于一代来说 磁吸的劲儿比之前要大了一点 就可以吸在更厚一点的衣服上 并且这件事整体来说 确实要表现大疆 因为在同期的产品里面 默认自带磁吸系统 它还是第一个 同级对手去配磁吸的系统 一个小铁片跟一个吸铁石 需要126块钱一对 简直就是抢钱 除此之外 大疆当时还保留了隐藏的功能 还没有发布 它不仅仅可以蓝牙连接自家的OSMO 也可以蓝牙去连接iPhone 来进行一些各种各样的平台的直播 另外还有一个配套使用的领夹Mate 这个设计也非常的用心 不仅领夹是可以旋转的 可以任意角度夹在衣领上 或者是藏在衣服里面都是OK 就连发射端的夹子上 都预留了收线的位置 避免防止扯断插头 歌展或者是世家会这样的 媒体众多的场景里面 它的频道之间也不会有干扰 最短传输距离 基本上可以做到250米左右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智能降噪 这个功能真是帮上我们了 上一次跟黄奈祥老师 在四川拍吃烧烤的时候 因为店里面正好是饭点 店里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乱 大家可以听听 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声音 你感受一下 我们团队出发之前 还当时比较头疼 这倒是现场怎么识音 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打开Mac2的智能降噪的功能 大家再感受一下 这个一会儿上了火之后 是这些东西一一起 搁里面光一下 这个一会儿上了火之后 是这些东西一一起 搁里面光一下 现在我是在马路边录的声音 有些车流通过的噪音 然后现在我打开降噪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有什么变化吗 感觉干净了许多 所以一些旅游博主 包括美食博主 包括探店博主 就经常在户外的这些博主 如果你不想在后期来进行一个软件降噪的话 你在前期用Macart的这条系统里面打开智能降噪 就可以很大程度内的 把背景的噪音 包括一些夏天的这些知了的叫声 很大程度内的抑制了 当然肯定还会有一些 就避免在后期降噪的过程中 连人声一起都降没了 另外Macart现在关于整个的音质方面 它多了32比特的浮点内录 怎么理解这个功能呢 就是比如说你去看一些赛车比赛 包括在机场的跑道上 或者是演唱会 在这种的外界声音 突然间很大的情况下 你的人说话的声音也会大 当你这两个声音都大的时候 就容易实现整个的声音过曝失真 所以这时候32比特的浮点内录 就开始体现功力了 我们后期拉一拉声音的曲线 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声音了 我们把发射端增益 调到最高模拟音频过曝的情况 现在我们把这条过曝的音频 拖到后期软件中 拉回增益 再稍微调整一下 就可以轻松把原本过曝的声音 拉回到正常音量 而且依然是有音频细节的 另外告诉各位汽车媒体同好 一个小技巧 我们之前拍赛道节目的时候 录排气音要试好几次 才能把麦克风调到合适的增益 操作也会比较麻烦 麦离得太远会有风脏 离得太近声音会过曝 车跑远了 接收端没有信号 要是能有32比特浮点 加上内录 行之有效 大江麦克二发布之后 我们整体来说又换了一批设备 它非常适合我们这样的汽车媒体 或者是其他自媒体的朋友 作为你们首选的录音设备 有着不错的音质 并且可以提供降噪跟32比特的浮点录音 接收端跟发射端外观都长得非常的好看 有触屏 有波轮的快捷操作 内录也比较稳定跟可靠 147年前 声音被第一次记录下来 101年前 观众为了有声电影而欢呼 声音陪伴我们走过了整个世纪 它正陪伴着我们走过我们的时代 我们下期见